而人老了最怕失智 其实生活中有四种的食物 可以让你远离失智 还可以增加记忆力 此外癌症已经是 国人失大死因的第一名 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的体内癌细胞 减缓分裂 甚至慢慢消失 带你来看以下报道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但最害怕的就是失智 医师推荐四种食物 不必吃药就可以预防失智 还能够增强记忆力 像是煮熟的番茄可以防失智 苹果可以增强记忆力 吃黑巧克力能够活化脑神经细胞 南瓜更能抑制阿滋海默症 这些的话它抗氧化的能力 都非常的强 番茄的话富含切红素 苹果里面的话 当然它有一些果胶 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 都是相当的好 医师建议 番茄要吃大科的 煮熟跟生吃都有帮助 跟苹果一样 一天吃一科就好 黑巧克力偶尔吃就好 切记要选程度85%的 南瓜则是一天吃一碗的份量 就足够 讲得容易 偏偏现代人餐餐大鱼大肉 生活紧张忙碌 离癌的风险不断增高 其实癌细胞成长 没有想象中快 癌细胞要能够检查出来 至少要长成0.1公分 大约是写字的一个据点 这样已经累积了100万个癌细胞 如果长到1公分 代表已经有11个癌细胞 医师建议 平常多吃大豆 花椰菜 芥兰以及多糖体的菇类 可以延缓癌细胞分裂 甚至可以消灭癌细胞 癌细胞它互相细胞跟细胞的粘着 是比一般正常细胞 互相贴在一起是比较弱的 所以它会比较容易脱落 我们常常会讲都会转移 癌症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位 食物吃对了 可以延缓癌细胞分裂 还可以防湿质 增强记忆力 不过医师呼吁 食疗只是辅助 有病征 还是要寻求专业医师检查治疗 记者杨七号王一仲 台北报道